淡淡的這位小姐呢 她在開車的時候 則是在國道上頭 被前方這個農業機具的遮陽板 給紮中她的前面擋風玻璃 這整段行車記錄器呢 被PO上網 但是當時呢 這位女駕駛 她還是往前繼續開了20公里 國道警察後來 依據畫面找到了貨車駕駛依法開罰 也提醒大家 真要發生被紮到的事件 千千萬萬 先停旁邊 看一下車子有沒有事情 才開上交流道 準備上高速公路 前方大貨車 突然飛出一塊四方形板子 360度騰空旋轉 直撲而來 乘客驚魂未定 但駕駛倒是很淡定 上個月29號 陳小姐開車載著朋友 從國道3號 善化交流道 準備上高速公路 車子就被不明物體雜重 開始夭夭晃晃 駕車被砸中後 駕駛淡定地繼續開 一路開到東山 將近20公里路程 下車才發現 駕車引擎蓋前 保險桿都受損嚴重 向國道警察報案 警方找到周姓貨車司機 原來他載著老舊 弄用器具 準備報費回收 耕耘機的遮陽板 沒固定好 高速公路風又大 才會吹起 砸到後方轎車 依照規定可裁罰 3000到9000元 只是轎車都被砸到搖晃 還繼續開 駕駛還能淡定接手機 實在相當危險 如果遇到類似狀況 還是要盡可能 先開網路間 靠邊停車 尋求協助 否則一不小心 恐怕釀成 嚴重後果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